好我們這次在亞運 頻頻現在傳出捷報 那麼我們今天的體壇鬥帶 也邀請到資深體育主播陳亞里 亞里哥來到現場幫我們分析 亞里哥好 馨也好 大家好 好那我們先幫大家更新最新的資訊 我們台灣蝶王王冠宏呢 在中秋節這一天晚上 代表中華隊參加男子200公尺蝶式的決賽 最後以1分54秒53的成績勇奪銀牌 我們想要請教亞里哥 這個亞運13年來游泳沒拿到獎牌的記錄 是不是破了呢 當然在今天晚上王冠宏的這一個銀牌啊 真的是蠻激烈我們全國人心的 要知道上一次在亞運拿下獎牌 就像信仪講的是在13年前 2010年那個時候我們的女子選手 陳婉容在400公尺混合室 拿下了一面銅牌 那男子游泳選手要拿獎牌要更久了 那要追溯到1998年的曼谷亞運 當時的黃志勇 他在100公尺自由市 他現在剛好今年黃志勇 就是王冠宏的教練 所以隔了25年之後 在亞運當中 我們再次有男子游泳選手拿下獎牌 我覺得這一面游泳獎牌 可以說是彌足珍貴 而且在今天晚上 也就是剛才稍早之前不久 落幕的這場200公尺碟式的決賽啊 王冠宏 他游出的1分54秒53那個成績 距離他自己保持的全國紀錄是非常接近 而且在決賽當中 他是擊敗了兩位中國的選手 他跟第三名同牌中國選手相差的時間是超過了1秒以上 那跟金牌的日本的本多登 這位兩年前東京奧運的銀牌得主啊 那相差的成績也蠻接近的 所以也證明了王冠宏 這一次我們杭州亞運 他是我們的掌棋官啊21歲他 那未來的前途真的我覺得是可以好好的培養他 而且明年的巴黎奧運 我們也希望他能夠有好的表現 是沒錯這個游泳希望台灣在這個 明年的奧運可以越來越好 那我們剛剛看到游泳之外 另外網球這一次也可以說是成績非常的亮眼 我們看到說中華隊的男雙跟女雙 我們先看到女雙喔 目前已經確定是一金一銀 因為金包銀嘛往內互打 到時候這個詹浩琴詹友蘭跟梁恩壽跟李亞軒 這兩組女子雙打呢就要來PK 看到底誰拿金牌誰拿銀牌 另外呢在男雙的部分 莊吉生跟許玉修這一對男雙呢 在今天呢也確定拿下金牌了 那麼也是史上第一面亞運的男雙金牌 想要請教亞里可 怎麼看這一次網球 我們的網球在亞運的表現呢 在明天9月30號就是網球項目 最後一天的賽程了 那就像欣益所講的 這一次我們的整個在網球項目啊 可以說是有非常還蠻豐收的 有些雙打方面 單打方面雖然都沒有能夠有得牌 但是雙打的部分 就像剛才欣益講的女雙的部分 金包銀兩組台灣的選手將會在女子雙打 來明天來爭奪金銀牌 那混雙的部分 梁恩碩在這個昨天一日兩戰的一個情況之下 梁恩碩不僅是跟搭檔打進了女雙的一個決賽 也跟男子選手的一個混雙搭檔 他現在也打進到了混雙的一個決賽 至少有一面銀牌 那提到了在今天剛剛拿下來的這個中華隊的第五面的金牌 那就是莊吉生跟許玉修的這一面男子雙打的金牌 這一面金牌也是相當難得 因為我們知道過去莊吉生 這一位在美國長大的台灣裔的一個選手 還記得嗎 2017年6年前在台北世大運 他替我們國家拿下了一面金牌 那個時候賽後的訪問 莊吉生就像早期的我們想的LA Boys一樣 他只會講台語 他不會講國語 那所以很多賽後訪問 莊吉生都是用台語來接受訪問的 那今年2023年 莊吉生他已經23歲了 那這一次的出征之前 他跟許玉修年紀差了 將近有10歲這樣的一個年紀 兩個人搭檔雙打 那一路能夠殺進到最後的一個決賽 而且在最後在決賽擊敗了印度的選手 拿下了金牌 那莊吉生自己在今天的賽後訪問是有講到 他覺得 他上一次在台北世大運拿金牌 那個時候是因為有地主優勢 所有人都替他加油 今天在杭州亞運 能夠在他34歲的這一年 替國家拿下了這一面 男子雙打的金牌 他覺得非常非常的激動 而且他提到了在去年 其實他是非常難過的一年 因為他去年他的媽媽去世 那帶給他非常大的一個感情上的一個衝擊 那從他媽媽去世到今年 他所有的練球所有的比賽 他都覺得他的母親好像並沒有離開 就在他的旁邊 他今天接受記者訪問有講一個小故事 莊吉生說 他只要在比賽的時候看到有蝴蝶 就感覺上這蝴蝶就是他媽媽化身 在鼓勵他在陪他 而今天決賽莊吉生說 他也好像在場邊有看到了蝴蝶飛舞 哇帶給他非常大的一個勇氣 所以他就跟許玉修 哇一股作氣拿下了這一面男子雙打的金牌 我覺得不管是不是真的啦 至少我覺得這個故事是還蠻感人 也蠻催淚的 是沒錯 當然也希望我們這一個 這一次網球的這個 我們很好的氣勢 在明年也可以繼續延續下去 就像我剛剛講 明天是網球項目最後一天了嘛 在第一個星期的亞運的一個賽程當中 包括了楊詠偉的柔道 包括了連真寧的柔道 那現在網球這邊又至少兩金 說不定會有三金進帳 那我覺得至少這兩個項目 在第一個星期啊 並沒有漏氣 是帶給我們台灣這些體育迷 在關注杭州亞運的這些體育迷 非常大的鼓勵 是沒錯 還有這個體操也是這樣啦 是 好那我們來看到的是羽球 羽球這一次目前現在在進行的是團體賽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羽球女子的團體賽 在這個戴姿穎的一姐的領導之下呢 中華女子在9月28號的時候 以3比0橫掃香港晉級8強 但是在今天呢 他們對上日本的時候 第一點戴姿穎是有贏 但是第二局山口線因為受傷的關係 所以退賽 但是接下來三點都是沒有拿下 所以輸給日本 所以好像是止步8強啊 那另外我們來看到小戴本人呢 他在這一屆杭州亞運可以說是最後一五 當然他也希望可以挑戰史上首位女單二連霸 外媒是分析說戴姿穎首局贏球後勝率大約是 76.2% 可以說是女單第一名喔 但是我們知道戴姿穎其實過去在三個月 對戰南韓的安息營的時候 然後都是失敗的 那麼這一次呢 他是不是也有可能會來對上 那想要請教雅里哥 你覺得戴姿穎的狀態 還有他整體的接下來表現可能會如何 在今天9月29號中秋節這一天啊 我們在羽毛球項目部分 男子團體女子團體 雖然都打進到了8強 但是今天都在8強賽止步啊 女團的部分是輸給日本 男團的部分在今天晚上中秋節晚上 大家賞月的時候 我們是輸給地主中國啊 當然講到了戴姿穎的部分 看到今天在戴姿穎第一點 面對山口倩 這兩位都算是當今女子單打的F4的一個成員 那山口倩今天第一局14比21輸給了小戴 第二局在7比5領先的時候 出現了身體的狀況 所以宣布退賽 也讓這個女團第一點的 小戴的單打是拿下了 不過很可惜 他們的整體實力 日本整體實力 還是比我們台灣要強了一些 所以我們這一次的團體和賽事 都止步在8強的一個階段 不過從過完中秋節之後 下個月10月2號開始啊 羽毛球下落的部分 就要進入到單打的一個部分了 那當然上一屆的亞塞達亞運 我們知道小戴是拿下了單打的金牌 而且上個禮拜我們也講到 過去在亞運史上 從來沒有人能夠連續兩屆 衛免這個單打的一個金牌 所以戴姿穎今年要衛免 想必難度是非常非常高 而且在所謂的女單F4 除了山口倩 除了戴姿穎 還有中國的陳宇菲 那南韓的安喜瑩 那剛才透過圖卡 心也告訴大家 安喜瑩在今年2023年 不僅是已經拿下了9個 大賽的賽事的一個冠軍 而且最近對戴姿穎 是對戰五連勝 兩個人年紀有一段差距啊 在所謂的女單F4裡面 我們上禮拜也講到 小戴是年紀最大 是 29歲 安喜瑩年紀最小 21歲他這一位南韓的天才羽球少女 說實在的絕對是小戴 在衛冕路上的一個最大的一個禁敵 當然球是圓的啊 羽毛球雖然不是圓的 但是也是打了要才知道 我們當然希望戴姿穎能夠 在經過今天團體賽止步之後 到10月2號之前 還有兩三天的一個休息時間 好好休息 備戰把單打接下來打好 畢竟今天我們看到男子團體的部分 小天周天成也打敗石羽奇啊 周天成的世界排名比石羽奇差 可是臨場發揮 今天在南團第一點 我們也是打敗了中國地主選手啊 是沒錯 就像剛剛外媒分析 其實戴姿穎在首局如果勝的話 接下來的勝率是還蠻高的 所以我們當然也希望 他如果對上安喜瑩的話 是可以打敗 為我們拿下一面金牌 好那我們來看到的是體操的部分 體操這一次呢 安馬王子黎智凱呢 當然可以說是不負眾望的拿下金牌 那這也是亞運史無前例的二連霸 他使出了這個招牌的湯瑪士回拳 當然觀眾都是驚呼連連喔 最後是以15.5的高分 兩二連霸奪金喔 那麼接下來呢 李智凱他當然重點就是要參加市井賽 拿這個巴黎奧運的參賽權 力拼繼續的來奪牌喔 那想要請問亞里哥怎麼看 我們這次的體操表現的還算不錯 今天是體操項目最後一天的比賽了 當然在李智凱的一個部分啊 拿下了安馬的一個金牌 講到湯瑪士回拳 他這一次在亞運的整個安馬項目 他最後選擇的難度6.5 那跟他在世大運一樣 那這一次的執行分也拿到了9分 所以他最後9分加上6.5 他是拿下了15.5這樣的一個高分 等於是比銀牌是等於是不同層 也是高出了一大截拿下了金牌 完成了在亞運二連霸 那當然在稍早之前 今年稍早 我們也看到李智凱在成都世大運 完成了世大運的三連霸 那當然接下來的目標 就是來備戰明年的整個巴黎奧運了 那我們知道啊 這次參加這個杭州亞運的很多選手啊 在杭州亞運 我們知道今天體操最後一天的比賽結束之後 是馬不停蹄 他們接下來馬上要趕去比利時 來參加體操的試錦賽 那當然除了徐智凱之外 我們也看到了這一次我們的女將丁華田 他們丁華田也拿到了在平衡目項目的一面銅牌 這一面銅牌 其實對我們國內的女子體操運動來說 其實有非常非常大鼓舞的效果 因為我們 這是我們女子體操的第一面平衡目的一個銅牌 而且這一次丁華田有個地板動作 是一個全新創出來的地板動作 未來這個動作將會以丁華田的名字來命名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的體操項目在杭州亞運 不管是先前的我們男子團體 拿下了破紀錄的一個團體銅牌之外 那安馬項目李智凱二連霸 我們知道李智凱27歲 他說拿下這面金牌 剛好那一天是他爸爸生日 9月28號教師節 剛好他兒子在去年也出生了 所以他不僅是給他爸爸生日禮物 也跟他兒子講 老爸現在也可以完成亞運的二連霸 當然目標就擺在明年的巴黎奧運 對沒錯 我今天有看到報導說這個李智凱賺奶粉錢 算是賺得還不錯 很努力 那這一次好像也總計可以好像拿到500萬的獎金 全部加在一起的樣子 所以我們也為他恭喜 那我們看完亞運我們來看到NBA這一次非常 備受矚目的交易 我們看到的是這個上演一整個夏天的拓荒者一哥 李拉德呢他交易到公路隊了 他其實原本傳出他有意比較想要去的是邁阿咪熱火隊 但是呢透過這個三方交易現在已經到了公路 但以未來有可能會聯手字母哥米德爾頓 組成新東區的三巨頭 想請教亞理哥 那當然講到Damian Liller這一位 可以說是過去幾年 布特蘭拓荒者當家球星 那他在為拓荒者效力了11年之後 在今年終於是向球團要求了交易他的一個消息 因為在過去的11年 儘管拓荒者都有好幾次打進到季后賽 但是始終沒有辦法打進到NBA的最後的一個最高榮譽 打進到總冠軍戰 那Damian Liller這幾年 那其實對上的球員來來去去 那他始終是拿著最頂級的這樣的一個薪水 但是就像當年的Michael Jordan一樣 你如果沒有天下第二人 Scotty Pippen來輔助他的話 要打進要真的在季后賽能夠走得更遠非常難 所以那之前有強調過好多次啊 不想要抱團 不想要去跟其他的明星球員一起抱團 來一起來拚總冠軍的Damian Liller 總算在今年態度軟化 他今年七月份向拖荒者球團要求把自己交易出去 那可是他的第一首選是Miami熱火 但是對於拖荒者來說 Miami熱火所提出來的這個交易條件 並不能讓拖荒者滿意 所以這個交易啊 其實在整個七月份之前我們節目當中 也一直討論過 一直延宕到現在 到九月初 現在已經來到九月底了 要知道10月2號NBA新球季各個球隊的一個 賽季前的一個訓練已經就要開始了 那原本Damian Liller是以為自己可能要 去留拖荒者 結果沒有想到拖荒者 在這個時候啊 找上了公路 找上了太陽 這樣的一個三方交易 讓公路隊雖然送出了他們的防守 漢將Ju Holiday 還有其他的幾名球員 但是他們得到了攻擊能力 可以說是戰鬥指數破表的 這個Damian Liller 搭配字母哥 要知道 字母哥接下來跟公路隊還有兩年的一個合約 他今年就是想說 如果未來這幾年沒有辦法衝擊NBA總冠軍的話 他有可能在未來兩年合約期滿之前 也會要求球隊交易他 或者兩年合約期滿之後 他會離開公路隊 所以公路隊這一次的補強 我覺得對於這個字母哥來說 這是公路戰力的一大補強 雖然他們少了防守的大所 Ju Holiday 另外對於拖荒者來說 送走的Damian Liller 整個球隊要象徵進入到了重建期 不過他們在整個這兩年的選秀當中 其實也選了不少的一個年輕好手 就看看 那找來了Ju Holiday 找來了 從太陽找來了年輕的25歲的中鋒 DeAndre Ayton 能不能把這一支重建球隊縮短 他們的一個重建時間 而太陽隊這邊呢 他們送走了他們的Troublemaker 麻煩製造者的中鋒 DeAndre Ayton 那也可以說從獅之桑魚 然後收之東魚 那這三支球隊 其實我覺得在這次交易當中 都或多或少是達成了他們補強的一個目的 是沒錯 那我們也非常謝謝雅力哥 今天來到節目擅長 幫我們分析 謝謝雅力哥 謝謝欣宜 謝謝大家 TVS新聞直播 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